郵輪如飄浮酒店 4600噸污水倒入海 一輛豪華郵輪就像一間飄流酒店 自助餐、酒水、游泳池、高床軟枕 三華麗背後的黑暗 你又看到多少呢? 被譽為地球最後淨土的阿拉斯加 前年就吸引88萬人乘搭郵輪來旅遊 除了看冰村 他們還想看海豹、鯨魚、海鳥和海豚等等 更諷刺的是 郵輪正在破壞這片人間淨土 前年公主郵輪在阿拉斯加冰河灣國家公園 排放了6個游泳池的綠水入海 危害當地的海洋生物 結果被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罰了2萬元美金 郵輪公司承認是因為軟件出錯 才會將泳池水爬入海 至於船上其他污水 原來都是走到邊、放到邊的 根據地球之有的數據 一架載著2200人的郵輪 人的排泄物加上 由洗澡、廚房、清潔而來的廢水 一星期加加賣賣 就有1.83個奧運標準池 郵輪去到阿拉斯加都受到監管 因為當地生態獨特 所以政府會向每個郵輪遊客 收回50元美金排污水 但離開阿拉斯加出到公海就沒有網管了 一些沒有處理的污水 充滿致病原、細菌、長度寄生蟲 會感染魚類和貝類海產 人體有機廢物產生的輪和淡 雷水都搞不定 落到海就會搞到紅潮 這間漂流酒店來到啟德碼頭又怎樣呢? 香港海岸線三海里內都是禁排區 占至12海里排出的污水要經過處理 渠務處說馬頭已經安排了承包商 幫沒有污水處理裝置的郵輪收集污水 再運到污水處理廠 而下半年來港停泊的11輛 有10輛都是皇家加納比旗下 他們2008年升級水系統 標榜處理後 污水會像飲用水那麼乾淨 其實近年不少郵輪公司都開始注重環保 除了處理污水 還會將船上的垃圾分類 如果你想過一個環保的郵輪假期 不妨參考一下地球之有的報告 看看哪間郵輪公司成績最好 好可愛 還有新篇 Et Ultra